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做了一件公共的事情 因为今天这个时代艺术家都很自私 包括我 我们对社会其实什么贡献都没有 我不是美术史家 我是一个画家 大部分讲美术史或者讲艺术的人 他自己不是画家 所以他没有第一手的经验 绘画的干苦 所以我试着把我自己画画的感觉 和我正要讲的这幅画 把这种感觉融在一起 这可能是局部跟别的有点不一样的原因 所有讲述艺术的节目实际上是语言节目 就是把你骗进去的未必是那件作品 人只能被语言骗进去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审美 不要把审美看得神乎其神 好像是一个学问 是一个你不经过训练学习你就不会 我觉得动物可能都有审美 有个前台子就说你也很敏感 我知道你已经看出来了 我才会这么讲 艺术不会改变人 艺术也不会改变社会 但是一个社会一个人有了艺术会好点 社会总是会变化 人生也总是很多苦难 心知前沿 我是一刻talk的讲者 陈丹青 局部这个名字是梁文道帮我起的 他当时可能以为我会拿着每个话的局部 来展开我的讲述 其实当时我什么概念都没有 就这么讲下来了 我觉得局部容易记住 大家观众遇到我都说我看过你的局部 就大家很自然就接受了这个题目 对我来说就是我做了一件公共的事情 因为今天这个时代艺术家都很自私 包括我我们对社会其实什么贡献都没有 局部算是有一点公众性吧 各色人等都在看 而且是所谓美术圈之外不是艺术家 他们都给骗进去了 这我很高兴也很意外 我不能说局部打动人 因为我是局部的作者 我不是局部的观者 所以观者应该告诉我 如果你给骗进去了 你居然从头看到尾 还有人说看了好几遍 为什么 我希望读者告诉我 第一我不是美术史家 我是一个画家 美术史在大家眼里是一个很高深的学科 为了做局部 我又恶补了一些美术史 可是在讲的过程当中 你会重新认识这个画家 因为它变成词语 变成一个讲述 变成一个故事 你很熟悉的话 就慢慢出现新的意思来 人可以没完没了的说下去 任何艺术品都给你一个机会 就是你可以说它 所以这个时候我 我会进入一个蛮好玩的关系 就是语言和艺术作品之间的那样一个关系 这是我三季做下来 对我自己有 有启示 有教育的一个过程 我也看过一些别人谈艺术的书 我总是不能满足 总是不能满足 其中有一点我可以说的 就是大部分讲美术史 或者讲艺术的人 他自己不是画家 所以他没有第一手的经验 绘画的干苦 绘画极尽微妙的这种 在一个画家手里的感觉 我在大量讲述艺术的书中都看不到 所以我试着把我自己画画的感觉 和我正要讲的这幅画 把这种感觉融在一起 这可能是局部跟别的有点不一样的原因 所有讲述艺术的节目 实际上是语言节目 就是把你骗进去的未必是那件作品 因为所有讲艺术史的讲的都是很好很好的作品 但还是骗不进去 我也不能被骗进去 因为他语言不够有趣 人只能被语言骗进去 大家应该知道龚布里希 稍微对美术有了解的人 都应该知道龚布里希 一个英国人 二战之前就写成一本书 叫《艺术的故事》 他再版了无数次 变成非常受欢迎的一本 老百姓都能读的美术史的书 但他本人是个美术史家 他很聪明 他说艺术的故事 而不说艺术的历史 所有历史其实都变成故事 在中国人这儿 历史叫做鱼桥闲话 就打鱼的人 砍柴的人 坐下来就跟你讲古 秦始皇怎么样 汉高祖怎么样 所以会讲历史的人 实际上是会讲故事的人 会讲故事的人 是懂得语言的人 应该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司马迁 总是能够超过所有 我们知道的历史学家 因为他是个文学家 审美这个词是外面来的 我能不用就不用这个词 美学审美 有时候不得已得提到一句 你非要说的话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审美 尤其你们女孩子 你们女孩子上街 其实喜欢看别的女孩子 第一她长得好看不好看 第二她会不会穿 第三她那个装画的怎么样 这全是审美 全是审美 有人教过你吗 未必 有些人天生就会 有些人一教就会 那么有些人就比较笨 怎么弄就不会打扮 这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每个人 在听到音乐 然后看到画 她被打动的时候 神美已经发生了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区别是 并不是每个人说得出来 要把好看的一张脸 好看的一张画 能够说出来 让你觉得好像见到这个人 见到这张画 你也被打动 这个还是语言的问题 不要把神美看得 那么神乎其神 好像是一个学问 是一个你不经过训练 学习你就不会 No 我觉得动物可能都有神美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 就是我遇到太多人跟我说 我对艺术一窍不通 我没有学过 我不是专业的 这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你应该懂得美啊 你看到一张画 一定会有反应的 你已经有反应了 你还对我说 No 我不确定这个好看不好看 我没学过 为什么要对自己这样说 就是希望大家 打破这个 这讨厌的一个观念 就是我不懂艺术 我没有学过 我没有受过训练 艺术是为所有人的 从古代至到现在 你只要是个人 你有眼睛 你就会有反应啊 因为我也非常反对 把所谓美术 就讲成一个专业 然后也经常有艺术家 说我在这方面 是个专家 我研究了一辈子 每个人都会对美有反应的 对仇也会有反应的 当你反应的时候 你已经是 进入艺术了已经 有个前台子 就说你也很敏感 我知道你已经看出来了 我才会这么讲 我不会对一群白痴讲话的 我是对一群人在讲话 只要是个人 他一定有感觉的 真心喜欢艺术的学生 也没有那么多 就他没那么在乎 没那么喜欢 有是有 但是很少 我不知道怎样能够培养出一个 一个爱艺术的人 然后最后他有才能能够做出作品 这不是交出来的 他得到学校去 他得有一个环境 但是我不太相信就是 你认为很好的办法 可以让这个人变成很好的艺术家 就必须他首先是有天分 然后他又很好学 这才有可能 所以我无法给那么多人一个办法 说是用这个办法一定能培养艺术家 艺术不会改变人 艺术也不会改变社会 但是一个社会 一个人有了艺术会好点 会好点 社会总是会变化 人生也总是很多苦难 我画的所有画 我写的所有文章都有遗憾 都有遗憾 但是在我的能力所及 就已经我再也好不了了 写作跟做局部是一样的 就第一它是别人叫我做的 我第一篇稿子也是别人叫我写的 我并不知道我可以写 可是写了以后呢 你会进入写作 进入写作你就会 体会到它的难和它的快乐 那一篇会带出下一篇 然后一个新的话题 会带出一种新的写法 这样日积越累 随着越写越多 会对自己的要求也会变化 我现在比方说 我保持写作已经二十多年了 我希望自己写得越来越简洁 越来越直接 越来越有趣 这个就变得跟画画一样了 几乎就是 你做艺术也好 写作也好 它的要求是一样的 就是 就让自己在这个行为当中 得到快乐 然后这个快乐出来以后 会别人也感到快乐 明镜需要发送到周到处 影音员 你不愿意 对 并非 我不愿意 还对